為了降低營造業的缺工壓力 內政部開放受理營造業移工申請 採取有條件的開放 以營造業者承攬工程契約的工程範圍 違憲 第一波的八千個名額 預估是會有一千九百家的營造業者 受賄 受到少子化等的因素影響 國內營造業缺工嚴重 為了減緩這股壓力 並且兼顧本國勞工的工作權 內政部一號開放受理營建業移工的申請 以營造業者承攬工程契約的工程 違憲 包括綜合營造業 專業營造業 以及土木包工業 符合三年內 平均每年承攬工程 打法定資本額十倍 申請時 需承攬工程中 並且聘僱一定人數的本國勞工 此外承攬業績的認定 已申請當日回推前三年為限 移工的合配人數 依照雇主所屬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參加勞保的平均人數來做計算 首鋪八千個名額 預計約有一千九百家營造業者受賄 官方會試申請情況 增加到一萬五千個名額 營建業者則是希望多開放名額 而根據勞動部的最新統計 國內目前人有一萬多人 實施無薪假 其中八千多人集中在製造業 不過先前一家輪胎大廠 有近七百名員工 實施無薪假 這個月開始已經停止實施 記得陳阿欣謝正林台北報導